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课题呢 就是清光眼啊 什么是清光眼啊 是不是眼睛一直看到青色这样子是清光眼 或者是眼睛变成青色了 就叫清光眼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怀疑要叫清光眼啊 到底清光眼是什么呢 然后他会造成怎样的那个伤害呢 然后他的treatment又是什么呢 之类的这样子的那些information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和学习 清光眼呢 他其实是一种眼睛的神经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optic nerve的疾病来的 optic nerve是哪里叻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那个眼睛 这是我们的眼睛啦 这是我们眼球嘛 后部这一个part是我们的optic nerve 我们华语应该是叫四神经啦 所以这个四神经它的那个功用是做什么呢 它是把我们这个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传达到我们的头脑去 让我们的头脑去做出那个分析啦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四神经有问题的话 这样子我们的vision肯定会受影响咯 所以清光眼它是affect这一个part 这一个optic nerve 然后清光眼呢如果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它呢 它是可以导致失明的咯 that means你会go blind 这样子 它是怎样让我们变成失明的咯 ok so 让我们看一下 清光眼其实它会affect几样东西 它就affect我们的peripheral vision 就是我们旁边就是看东西旁边会变成越来越窄 ok so它会从最尾旁边最边边的那边开始慢慢减少减少减少 然后如果没有去control它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so eventually它会变成只剩中间 ok 再没有顾它的话会越来越小 变成tonal vision 然后会变成失明哦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一个清光眼的患者 他看东西是怎样的呢 你就很简单 你把一边的眼睛盖着 然后你另外一边的眼睛做成一个洞这样子 这个就是 Galcoma patient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叫它为darno vision so for example 如果我们 我看旁边这边 我可能看不到你们了 我需要转我的头才可以看到 so for example 这边有人 我看不到 我需要move才可以看到 so 我只剩在中间的那个vision而已 central vision而已 旁边的全部看不到我的 so清光眼是这样子的一回事啊 旁边vision会受影响 这样子 有没有得意义 那些已经失去了的那些visual view 它不能再重新变成更扩回咯 我们可以stop它 从越来越严重的 如果你detect到它是剪到这样子 我们就让它stop在这边 不要让它更窄 但是如果你是detect到它这样子 你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你不能recover回的 ok 这样子你可能会问我 这样清光眼有什么symptom呢 我怎样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清光眼呢 清光眼它有分很多种 很多types of glaucoma so 可能 要讲每一个就很复杂了 所以我们简化来讲 我们把它 组为两大组 ok 一种是慢性清光眼 一个是急性清光眼 so急性清光眼的symptom很简单 你会突然间很痛 然后突然间你的vision会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减少 会越来越猛或者是越来越暗 短短几个小时 你如果没有去seek treatment的话 会直接blind掉耳的 so normally急性清光眼来讲 是一个ocular emergency 你需要立刻去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了 不要再拖 不要等明天了 直接去那个emergency department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慢性清光眼 为什么 因为慢性清光眼 因为它的progression很慢 然后慢到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在恶化 然后它不会痛 也不会萌 这样子才危险 因为你会痛 会萌 你会找医生 但是你没有痛 没有萌 你又不知道它在发生什么事情 不能觉得好像normal 其实它是在减少着你的vision 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子 这样子reduce 这样一点一点一点 你就慢慢失眠了 so这个才危险 so慢性清光眼又有什么symptom 其实是有 但是by the time 你发现到它有symptom的时候 有点太迟 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我们会听到的一些symptom就是患者会发现到 就是走来走去一直撞到东西 撞到一些桌子或者厨 如果家里有小宠物 所以一直撞到那个小宠物 因为没有看到它的visual view减少了嘛 所以它只看到中间旁边有东西它可能看不到 或者叫车一些direction的车来 这边好像一直看不到 好像有突然间车 从它中间这样子出来 它看不到 没有发现到 所以当它发现到它开始发觉到它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normally它的visual view已经是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了 so已经有点太迟了 so慢性的early stage没有什么symptom 到medium到late stage的时候 你就会有像刚才我讲的那些 剃到桌子椅子的这些symptom 所以下来我们讲说什么是那个造成清光源的这个原因 so也是一样咯 因为有很多种不一样的gokoma so它的cost也不一样 但是主要来讲 主要mainly来讲是因为眼压膏 所以什么是眼压呢 眼压它是我们眼睛的压力 眼睛里面是有水的 所以那个水多或者少会影响到那个眼 那个眼睛的压力咯 眼压 所以那个眼睛的水不是我们的泪水 不是因为你酷多 汗汗巨多 然后你酷 然后过你的eye pressure increase 不是 它是里面的水 你看不到的 那个是主要啦 主要为什么会有清光源 是因为眼压高咯 它是主要原因啦 但是它不是唯一一个原因咯 它有其他原因的 就好像可能血液到 血液循环不好 就是血液传到你的眼睛的 那个 nerve那边的血液循环不好 或者是你的optic nerve有其他的 damage 也会造成搞 coma 这样子谁会比较高风险有这个清光源咯 所以第一就是60岁以上的人 风险会比较高 第二就是如果你是非洲人 或者是亚洲人 这样子你的risk是比较高的 再来就是家庭有历史 就是有清光源 家庭成员如果有清光源的话 你的你有清光源的那个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long term use of steroid 就是如果长期有使用这个 steroid 尤其是 steroidal eye drop 所以一些可能一些 eye condition 需要你长期用 eye drop的 这个也是会造成 secondary glaucoma 所以你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有心脏问题 或者是血压问题 这个也是会有 higher risk 因为 血液循环没有降好 然后如果眼睛有动过手术 或者是有trauma 有打到眼睛 被撞到 车祸 hit到眼睛 这一个risk也是比较高 如果corneal比较薄 或者是近视高的人 你的风险也是比较高 所以这群人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去check 要时不时去check一下 所以不是check度数 要check一个完整的一个 光学的一个examination to make sure 说就是你的optic nerve 你的眼睛全部都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prevent他从越来越严重 所以怎样才能判断 说一个人有没有轻光源 是不是check了 这个眼压 眼压高就一定是有轻光源 so其实是不是的 so for 我们to diagnose一个人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轻光源 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去看 第一当然是眼压 因为眼压是主要原因 第一样我们通常会check眼压 但是眼压高的话 也不一定说是他一定有轻光源 然后第二我们要check他的那个optic nerve 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视神经那边 那些细胞那个layer 有没有变薄 或者是有没有damage 第三来讲 如果你的眼压高 然后你的optic nerve又有damage 第三我们要做的就是 measure你的visual field 所以看一下你的视野 到底有没有减少 是不是因为有optic nerve的damage 然后造成你的那个视野减少 这样子如果三个角度都不是很好的话 这样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人是有轻光源的咯 就是anti glaucoma eye drop 所以它是一种eye drop 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的那个眼压不要降低我们的那个眼压 所以如果是那个eye pressure还是不能控制还是一直飙很高 这样子doctor会consider surgical method就是会动手术 所以动手术他就会 normally现在是用laser啦 他就会开另外一个洞 让那个水流出来咯 所以这个手术会风险是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如果他开那个洞太大 那个水出来太多你的eyeball会collapse normally都是用drop先 如果drop不能了才会考虑做surgery 然后现在有另外一种新的那个method是叫mix mix是micro invasive glaucoma surgery so它会是比较低风险的 so这个是treatment so last我们讲说prevention咯 怎样去prevent 让我们不要有glaucoma 所以主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educate人家关于这个glaucoma 让大家aware它是一个怎样的那个眼睛的那个病 越早发现到它的话 我们可以阻止它恶化 所以that's why for glaucoma management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做你的regular eye examination 所以不知厌度数要check proper的 然后第二 尤其是那些刚才有high risk的那群人 如果你忘记的话你remind remind回看一下你是不是那个high risk的 所以high risk的人特别特别要更加注意 其实情况也可能很恐怖啦 会失明 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patient 就是30年的glaucoma patient 把它control到很好 它可以live很normal的一个life 所以像普通人这样 日常生活照样过 vision也是可以很好 一架车 as long as你可以maintain它的 它的那个progression 不要让它恶化 这样子的话 你的vision是有得保的 那么今天的video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或者是你有学习到一些 新的知识的话 那么请按个like 或者帮我们share出去 可以subscribe我们的page 或者是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content 或者是想要看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content的话 可以在comment section留言 然后我们会再想办法 或者找时间去做啦 So until the next time See you guys Bye Bye Bye